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8月2號 凌晨快2點鐘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先鋒服的團隊引針 那來看一下我的軍團 目前這個因為是早上8點 然後現在是凌晨快2點鐘 所以說 算一下早上8點開到現在已經過了14 再加上2 差不多16個小時 那可以看到這些名單上面 那有四個男爵 我是其中一個 所以應該還算蠻快達到男爵的 那相信主號一定更快 那怎麼樣達到男爵呢 那就是 你一開始後就是先想辦法多佔點2級的這個村莊 因為他的那個 男爵的條件有一個是你要獲得兩個稀有的聖物 然後就是一開始就是專身一系的這個聖物 像我的話我就是先專心的升2級 那個遊俠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我現在這個爵位的任務 到了男爵的任務也幾乎都是升一系 還不用平均升其他的聖物等級 所以你就是專心的灌買一系 然後到這個男爵任務也都是什麼開墾5個3級以上的城邦啊 沒有其他的 所以在一開始衝這個爵位的時候 就是專心的 開墾 然後 先把這個 一個職業的這個聖物先升到3級再說 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 另外這個遊戲目前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 算是優化 我們看 之前這個放棄領定 放棄領定他會要等2分鐘嘛對不對 一樣是2分鐘 但是現在他都多了一個這個直接放棄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放棄 直接放棄 然後這個就是 不用像之前這樣子 你要那個 把領地放棄掉你還要等2分鐘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他這個多了一個這個註冊 註冊這個 有沒有看到 我把這個圖放大 這邊有一個阿天 對不對 這是我自己的地 註冊 這樣子 那這是做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 上次更新的那個說明 註冊功能 我們看一下這個信件的說明 1.44版 這邊這邊有寫很多 團隊員真的這個優化 然後我們看看註冊 這邊 新增駐紮機制 玩家可以在自己佔領的空地 記住是空地喔 不是城鎮 而且要是自己佔領的 駐紮銀帳 如果駐紮的地塊可以連通到首領 那麼對首領的造成傷害就會提高5% 那首領應該就是可以理解為魔王嘛 那應該是不只是最後的章魚王 應該是每一關的魔王 譬如說 第一關的薩特納 第二關的梭利斯 還有後面的花火騎士跟死魂之役 這些都是屬於首領級的敵人 但是我們要注意喔 他是說空地喔 所以說原先看這個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現在就大概知道說 這個官方的設計用意是什麼 我們看到 像這個暗設系 譬如說這個是我相連的這個土地 但是我沒有辦法駐紮到別人的空地上 那當然如果說是我自己 佔領的這個城鎮的話 他不會有這個駐紮的這個選項 他是開墾 所以不是駐紮 那為什麼一定要空地呢 也就是說一般來說 反正我 我去贊成也是一種連線啊 對不對 但是官方的用意就是說 不只是贊成 你一定要去開墾一個空地喔 所以說你的空地除了要 連到魔王之外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那個路線 我這個區塊的路線 大概就是打這一支薩特納 大家都連起來了 但是呢 我並沒有駐紮 因為 因為這個就算我現在佔了一個這邊的這個村莊 雖然說以前都是這個樣子嘛 在王的附近佔一個城啊這樣子 那但是只佔這個城的話 沒有辦法駐紮 你一定要是空地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邊有連到村落山 好那我就幫忙打一下吧 好我這邊打一個這個村落山 那因為村落山很簡單 所以說這個應該是 隨便上都贏喔 那我們就上一些 上一些這個無關緊要的角色吧 但是這樣應該是可以啦 4隻角色 30秒內獲勝 好獲勝了 佔領成功 OK 那我這邊佔了一個領地 然後我就點駐紮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等於是跟這一條線路連起來 那我再打 連到這個薩特納的時候 我再打他應該就可以獲得攻擊力 加5%的這個這個這個效果 所以說這樣子我也算是對這個領地有算 也算是提供一些貢獻 那大家就可以繼續從我這個地方再往其他方向 這個發展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在這邊繼續放棄這個連線的地塊 然後直接放棄 這樣真的是很乾脆 好放棄然後直接放棄 好那我現在的目標就是因為我升到了這個男爵 我又可以上5隻角色 所以這個多出來的5隻角色 因為我的那個遊俠 我這次是專心點遊俠 所以我當然就是把我所有的遊俠角色都放上來這樣子 那現在的目標就是要多佔一些三級的城 那來打打看吧 哇 這一關有點難 有阿塔利亞跟這個佐拉斯 好吧 我們來找一些簡單的打 這個不錯 這感覺上不是很難 好那我就上個純遊俠隊 因為這個聖物的加成非常強 好這是耀光的應該是怕我的這個 這個武功喔 哇這邊的話看看喔 沒有光環的 沒有光環的話好那我上光光好了 這樣可以上個3加2的光環 然後是5隻都是遊俠 看到沒有全部都是遊俠 綠色的這個箭頭 非常賞心悅目 好開打 應該是可以吧 我是雖然說這個三級城鎮對方也是等級2的聖物 那我這邊是5隻遊俠 遊俠角色其實我覺得還是蠻強勢的 好三顆星太好了 OK過關 然後我又佔領了一個三級的城 那三級城的話你上紫色的角色就可以進去開墾了 那開墾三級城也是這個男爵升級的任務之一 還有三個光環OK 好福克斯也是蠻好的攻擊力低一點但是沒關係 他的那個輔助也是不錯 好死一個人就死一個人吧沒有關係 我們的穩穩的打可以獲勝就好 好只有一顆星喔 好沒關係反正今天已經現在已經半夜2點了 等一下睡起來之後體力應該就回復了 好然後這個佔領的這個面城 那我在這邊我再偷偷佔一個城吧 這個敵人看起來不是很難 好 我的遊俠這個埃隆體力不夠了 那就放一個這個羅萬吧 欸不對不對 我還有狼人 可是羅萬的話有這個 有這個耀光的光環 羅萬應該是使用了 所以我應該是選擇這個遊俠為主 然後 有點危險喔 有點危險喔 要稍微小心一點 不行不行 重新 所以我應該會選擇遊俠為主 然後輔助為輔這樣子 好那我就上個狼人好了 狼人行不行 狼人行不行 我好像不行喔 好像不行喔 我這一關想不到這麼難喔 對面也有福克斯也會光我的人喔 那我上個 上個鳳凰好不好 OK 試試看 賽希利亞我要切誰啊 好這個樣子喔 我輔助好像沒有聖物 不過沒關係 我把那個他的福克斯切死了 我要 這樣失敗了 這樣就浪費了 浪費體力了 所以說這個在打的時候可能不要開加速稍微注意一下狀況不好就重來 因為重來至少 你只扣一點體力 可是你如果打輸的話就是5個人直接扣12點體力喔 那真的是得不償失 不會這樣子還打不贏吧 至少我狼人也是 這樣也是打不贏 真是個失敗的紀錄檔 OK 好 然後 我只剩三隻了 哇三隻不會打不贏這個 這個奧斯卡吧 哇真的打不贏耶 超級糗 然後上陣過了無法上陣 好 所以這是一個超級失敗的一個紀錄 你看我花了 三隊然後12點的那個體力 看看這樣子吃虧多少 一個小時是4點體力 三個小時 所以我這樣整整浪費我全部的隊 隊員 三個小時的這個時間 我真的對不起我自己的隊員 好然後 對面有這個羅萬真的不好打 守軍上面恢復倒數計時 18分喔 那我趕快跟這個大家講一下 村落 57 點70 有在 附近 的 收一下 殘血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跟這個隊友講一下 好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失敗 想說 應該是打得贏 結果這樣子浪費了我這麼多體力喔 那我現在還有一個空位 要繼續打三級的城嗎 看一下我剛剛這樣打 整個信心都沒有了 來看看這個城 這個城是滿血 可是我剩下的角色已經 還是有三隻遊俠喔 然後鳳凰跟獅子 好看看這樣子可不可以過 試試看 所以打這個還是不要用加速好了 小心一點 剛剛那個應該是有 好像也是不行喔 我們再看一下 賽希利亞切骨弓好了 先把骨弓切死嗎 哇打不贏喔 打不贏喔 好吧 既然這個沒有穩穩的打贏 我們就繼續歸聖物吧 那因為晚上要睡覺了 所以我們就打一個 二級的城吧 二級城也是有低機率 會出這個稀有的這個 聖物 所以結論還是穩穩的打 這樣子 那剛剛我就是 對自己太有自信了 好那佔領了一個二級城 然後今天晚上就到這樣子吧 然後明天早上 看看這個生物的精華 掛得怎麼樣 可不可以再多升幾級喔 因為這個生物的這個提升戰力會非常的明顯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們這個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